HELLO 各位T-Car的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直播試駕的這個影片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如果對於我們今天的試駕有任何疑問 或者說你在看影片的當下 對我們試駕車款有任何的疑問都歡迎提出來 或想看哪個地方都可以跟我說 那我如果看到你的留言的時候 也會幫大家來解答 或者來帶大家看 那今天很高興的是我們來試駕一台 我其實不只是我 我相信很多車迷朋友也期待很久了 那就是全新的SUBURU BR-Z 那如今這款車除了是大改款的車型 它在整個內外都已經全面進化之外 其實這一次儘管上一代車型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說如果第二代車型 能增加改為渦輪動力會更好 但是其實如今在2.4升的NA引擎的導入之下 透過排氣量的提升 其實如今這輛車它的扭力也更為飽滿一些 那自然可以讓你在加速的時候 或者說進行享受操駕的時候 更為得心應手 而且更為滿意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先趕快來看一下這輛車 到底有什麼特別跟漂亮的地方吧 那從車頭看起呢 你當然首先可以注意到這輛車 其實跟它的孫生兄弟也就是GR86最不同的地方 當然就是在它的下氣霸的部分 你如果還記得GR86它的樣子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嘴巴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覺得說到新的BRZ呢 它其實這樣子比較簡約的設計也是滿不錯的 再來一點呢 其實原廠針對這台新車它的空力表現也有進行優化 如果各位看到這一個有點像是霧面的這個材質呢 事實上原廠它都已經針對這些板件的造型啊 甚至是說在頭燈下方的這個小小進氣口這個部分呢 其實你用手摸的話會摸得出它有點像是這種鯊魚的紋理 這個也是SUPER ROO他們非常精心設計 為了讓整個氣流能更為順暢的進入這個導氣口 然後再有輪拱後面排出 所以你從這些小細節就會看出 其實原廠在設計BRZ的時候 絕對不是說我接到一台雙生車 那我就稍微改個氣霸就這樣搞定 它其實還是設計了不少細節在其中喔 那再來呢像頭燈的部分 除了它這個C型的日行燈具 絕對是近年說八五車款非常標誌化的這個設計喔 那裡面的燈具呢 你如果是像我們今天所試駕的這個自排車款呢 它基本上也擁有了像是自動遠近光的切換功能 那我相信有這個功能呢 其實當你在行駛一些鄉間小路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你可能到一些我們都會講 車友都喜歡夜跑啊 你假設到了一些深山沒有路燈的狀況之下 其實當然也可以帶給你更好的視覺照明 那接著再來呢我們來到車側 你其實依然可以發現喔 儘管學生常常在講我身高真的不高163 可是你我站在這輛車旁邊你依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輛車尺碼真的是滿小巧的 它不只車高是比上一代進行降低的 那整體的這個軸距設定 其實也是算小巧的這種設定喔 但是這一回值得一提的是呢 這一回其實它的這個軸距有稍稍加長一些 再來包含後輪距的部分也有增長 那所以會讓這台車呢 再搭配上它這一個後輪拱的造型 你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其實這輛車是有一個相當動感的造型設計在其中 那在前面呢 這一個小小的鯊魚塞 其實它也是有作用的喔 它不是做好看的 它都是可以通氣的設定 好那我們接下來趕快來看到它的車尾吧 在車尾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都記得上一代的BRZ來講呢 其實它的尾箱的造型 其實設計的是比較有點像是90度角 它切得比較直一點點 但是這一次呢 雖然這輛車依舊是原廠車 它不可能給你大尾翼 但是透過這個小小翹起來幅度的這個壓尾 其實會讓你整個車尾的這種視覺 往上的這種延伸感進行提升 我覺得這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再往下看呢 除了可以看到 如今這輛車已經擁有這個C式造型的尾燈之外呢 下面的這個排氣的尾式管的部分 其實口徑真的是相當大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它其實裡面的實際的排氣管的口徑是沒有這麼大 但是透過這個尾式管的這個造型之後呢 其實也可以感受到 它這個車尾的視覺張力是挺不錯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想要來把這輛車的車尾打開 很簡單 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按鈕按下去 就可以打開 很輕鬆就可以打開 哇 一打開的時候 這個時候可能有朋友就會講說 怎麼一個備胎佔據這麼大的空間 但是你想想 現在其實願意配備全尺寸 備胎的車款其實真的已經是不多了 那儘管我們都知道這輛2加2的小跑車呢 其實你要講說它的這個行李容積有多大 是沒有到大這麼誇張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想要多載一個備胎 或者說像是說你的一些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這種行李 我相信都是塞得下的 那你如果真的上購物場想要採買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 我知道這個現在可能拍不太到 但是呢它其實前面有兩條拉帶 一左一右在這邊 那我只要進行輕拉一推 你就可以發現到它的這一個後座的椅背 可以進行傾倒 那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 副駕駛座的這個椅子 推比較後面 不然它正常會倒比較平下去 這樣子自然可以讓你放一些比較長的東西 嗨各位 如果有想看的地方 要記得跟Jason講 好 那我們看完外觀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輛車的車室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 在這個時候我先把 我最想呈現的其實是這輛車的BRZ的後座 因為其實我們都講說BRZ它是一輛2加2的跑車 但是事實上呢 它基本上我個人認為後座依然是比較適合 拿來載東西放包包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基本上我現在駕駛座這邊 它的前後的設定其實已經是我的駕駛座姿 也意味著它其實是比較前面的 我腿比較短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坐在這裡面 基本上我的腳依然是可以講說 是被這個椅子的這個下面是給頂住卡住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不要講說成人啦 我覺得可能就連小朋友坐都會覺得有一點點不舒服 再來 其實我們看到它的這一個後座椅墊的部分 各位看起來應該會覺得說 它這麼深陷的設定 應該坐起來會讓人家感覺包袱感很足 支撐力很夠 但是事實上呢 由於它最後面這一塊它凹得非常下去 所以你這個時候可以看到Jason我的腿 我腿已經不是特別長了喔 但是你可以發現我的大腿依然是懸空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要講支撐性的話 它其實是沒有這麼出色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講說BRZ 它是一輛2加2的小跑車 比較適合拿來把後座放東西而已 而不是讓你整天載人來用 好那我們接下來到前座來看看 在前座的部分呢 我先把車子給發起來 前座的部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正如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是我的駕駛座子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認為坐到BRZ車上 如果各位之前是沒有接觸過這款車型的人 你應該會很明顯感覺到說 哇一坐上來這輛車讓我感覺好低 它讓我感覺坐得非常低 那這不只是包含說這輛車的整個車艙設計 還有重心都非常低之外呢 當然像是它的椅子的部分 也盡量的可以讓你往下坐 那這樣子讓你整體的重心都放低之後 你自然會讓你覺得說 這輛車除了整個環倉的包覆感是很夠的 當然你在高速駕駛的時候 也會對駕馭這輛車比較有信心 那但是其實這一回改款的重點 其實有幾個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這個中控的部分 八重的這一個螢幕 事實上呢 我們現在是沒有插手機的 但是它右邊這一格 其實是可以連Apple CarPlay的 所以你不論是你的Andro的手機 或者說Apple的手機 其實都可以借有很便利的連線功能來設定 那至於它這個比較霧面的這個表面呢 我個人認為雖然有時候依然會有一點點反光 或者讓人家有一點點看不清楚的感覺 但是呢 我個人認為它抗指紋的效果倒是很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相信各位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那再往下看呢 則有一個很漂亮的三環錶 但是它其實不是三環錶 它是空調 那其實它的這一個介面呢 也比舊款精緻很多 那再往下一點點 則是我們今天試駕車的重點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是六速自排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自排的介面在這邊 然後後面這邊又是另外一個重點喔 自排車款才擁有了後面這一個自排甲 同時呢 同時呢 在前面一點點的部分 其實這輛車還擁有了包含像是 除了運動跟track也就是賽道的設定之外呢 這輛車因為是自排的 所以它還有snow也就是雪地的模式 你如果遇上一些比較濕滑的路況 你就可以進行這個模式的切換 那就我稍早在駕駛的感覺呢 我個人認為其實 它這一套這個行車模式的設定 我個人認為我是蠻喜歡的 因為像是sport狀態之下 它其實開始就會讓你比較激進的 開始幫你把轉速進行提升 那但是呢 你如果想要偶爾挑戰自我的時候 你即便是比較新手的駕駛朋友 你即便把它切到track 也就意味著它的這個行跡 其實會關閉一段的狀態之下 只要你不要太魯莽的在這個出彎的時候 一直踩著油門 深深深踩著 這樣子 確實它車尾還是會滑出去 不然你只要在適度的油門掌控之下呢 其實它即便是sport或者是track 循跡冠一段的狀態之下 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輛車開起來都是還蠻安全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如果是剛入手性能車的車迷來講 這輛車確實是蠻值得推薦 好,那接下來呢 則要談到我的駕駛座這邊 駕駛座你則可以看到 這一次另外一個改款的重點 則就是它的這個數位儀表 那數位儀表的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除了右邊的這個行駛者的東西之外 它還可以幫你顯示你的動力 對,所以然後再來呢 包含像是說這輛車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自排的車款 所以它有了這個iSight的系統 那即便呢這輛車因為 由於它是配備這個傳統的手煞車 所以呢它其實是沒有所謂 Auto Hold的功能 也意味著這輛車即便你是開著ACC 跟車跟跟跟跟到完全靜止下來 甚至說它的這個緊急自動輔助介入 完全煞停之後 你還是要記得要把煞車踏板趕快踩下去 不然呢它即便跟車跟到停 它過個幾秒又會把這個煞車給鬆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值得跟大家一提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當然除了這個儀表以外呢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在自排車款 也擁有這個換檔撥片在這邊都很便利 那至於下面的一些ACC的操控啊 像是跟車的車距 或者說這個定速的設定 它是用定速感的這種設計 所以呢我相信基本上 或許看起來是 不是說非常高級非常高質感的設定 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在我今天使用的過程中 其實它整體的使用感是相當便利的 好,那到這裡我先接著看一下大家 好,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或想看的地方都歡迎留言 那我們接下來呢先帶大家認識一下這輛車的引擎 那引擎聊完之後 我們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輛車到底開起來的感覺如何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引擎吧 那在BRZ的引擎的部分呢 其實當然成如我開頭所說 這真的是這一台新改款的車型的一大重點 因為它已經是將這個引擎的排氣量提升到2.4升 那2.4升它除了可以帶給你比較豐沛的扭力之外呢 其實它的扭力的最大值已經來到25.5公斤米 我個人認為已經相當的夠用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說這個最大的扭力 它只需要3700轉就可以試出 那同時呢你如果是想要把這輛車 逼近它所有的這個動力的極限的話呢 它最大的馬力則有234匹 看似比舊款增加了大概30幾匹 可能不大 但是又有另外一個重點 它不只扭力夠早出來 它的最大馬力的輸出點還在7000轉 也意味著其實你駕著這輛車的時候 當油門一直升踩它除了這一個排氣聲浪非常渾厚之外 它可以帶給你一種你隨著轉速 你會越踩越high 一直想要提拔這輛車轉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這輛車它的動力 你可能在規格表上所看不到的 因為你可能只看得到說它比舊款動力大一點點 但是其實它最重要的則是說它扭力提前了 而且它可以讓你越踩越high 我覺得這是一大改款的重點 好 那看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已經開始好奇說 這輛車到底開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那接下來就跟著我的短片 一起來認識一下BRZ駕駛的感受吧 接著跟大家聊聊說把我BRZ 它這輛車它開起來的感覺到底是如何 首先大家絕對不能忘記了 當然是這輛車它所擁有的這個水平對我引擎的這個配置 這個配置自然可以讓BRZ這輛車擁有非常低的重心 但是其實這一回原廠還透過非常多的手段 不管是像是說整個車體重心的降低 或者說把兩張椅子更為靠攏這些設定 然後甚至連椅子都有進行輕量化 這些種種的手段就是為了讓這輛車的重心能更為集中 而且更為低一點點 那再加上它前後配重其實設定也是相當不錯 前53%後47%自然就應該會帶給車迷非常淋漓 而且均衡的這種操控感 那上路之後呢 其實當一轉到三道我們也立刻可以感覺到這個特點 但是另外一方面 關於我們今天試車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所試駕的這輛BRZ 它不僅是全新的車款 它已經搭配2.4升的自然進氣引擎 還有一個重點 它只是自排版的車款 那在自排版的車款呢 其實當我在用手動換檔的這個感受的時候呢 確實會感覺 其實換檔撥片一撥 即便它檔位顯示已經換檔了 但是其實你依然可以感覺到 檔位裂合的速度其實並不是像檔顯來的這麼快 也意味著說其實它這個整個換檔速度 可能還是如有加強的空間 但是呢 也不要對這輛車太早失望 因為我後來發現 當這輛車你把它用到像是 Sport或Track模式之下 高速重踩煞車 其實它電腦會非常聰明的 立刻幫你降檔 而且你即便是用手動降檔的狀態之下呢 它其實對這個進退檔的保護 也其實已經都考量到了性能 想要保有這種駕馭的這種感受 它並不會過多的干預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部分都是這輛車它非常棒的地方 那當然2.4升的引擎 這一次由於它這個鋼勁加大之後呢 它整個扭力也更為飽滿 自然會讓你在出彎 甚至你如果真的拿這輛車去甩尾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你在油門踩踏之間呢 扭力輸出的這個表現更為即時的話 自然可以讓你在甩的時候 感覺更好掌握 而且也可以甩得更漂亮 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呢 則是SUP85其實對於新的BRZ 它們其實就連煞車跟空力都有優化 空力的優化當然可以讓你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比較穩定而且減少風阻 另外一方面更為直觀 而且性能迷更能體驗到的 當然是它這個煞車的優化 這一次呢它其實它的煞車的表現 自動表現其實比舊款來得好上蠻多的喔 即便說我會覺得它煞車踏板的 出階出段的時候 感覺腳桿不是非常的沉 但是呢其實當你深深踩下去的時候 它卻可以帶給你非常充足的這個自動進行 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實SUP85他們為了要創造 跟他們雙身的卵身兄弟 也就是這個GR86來創造一些產品的差異 所以其實呢他們對於這個 不管是車輛或者說這個底盤鍵 其實也用上了非常多他們獨具的設定 比方說更多的鋁合金的結構 可以讓底盤的反應更為迅速之外 另外包含像是防型桿的固定位置等等 這些Subaru也都已經把他考量過進去了 所以呢他們所期待創造的 是比GR86更為沉穩 但是卻又更為精準的一輛車 那在我今天在試駕的過程中呢 確實也可以感受得到 而且相信很多車迷朋友會把這輛車拿去跟 像是Mazda MX-5來做對比 我覺得這兩輛車之間其實還是有非常大的 這個產品定位的差異 MX-5的話 因為它軸距非常的短 而且又非常輕巧 確實有時候在彎跟彎之間 你會覺得 即便那輛車馬力沒有很大 怎麼感覺下一個彎很快就倒了 你會感覺那輛車非常的淋漓 但是呢 換到BRZ這輛車上之後呢 它雖然它的靈活度 並不會薰色於太多 但是呢 它其實卻又帶來更多的沉穩的這種表現 會讓你在彎中感覺 哇這輛車它的極限不只很高 同時我也可以很放膽去玩這輛車 這真的是BRZ我覺得新車它非常厲害 而且非常棒的這個設定 那你如果還要把這輛車拿去跟一些 像是前驅啊市驅的鋼炮來比 我相信會買BRZ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開這輛車其實重點不在於你直線能多快 你的單軒能多快 重點是在你能在每一個彎之間 你很安全但是又信心十足的 來享受後續跑車所能帶給你的這種魅力 而且甚至你還可以在不斷的挑戰之中 得到像市驅前驅車款 比較難找到的這種樂趣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買BRZ一年會開著它甩尾甩幾次 其實已經不太重要了 因為你通過每一個彎道的時候 你都可以感覺到 哇開著這輛車真的很享受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也想要跟各位稍微總結一下 我對於這輛車的感覺 其實我依舊是認為 SUPERBUB BRZ 其實它真的是一輛體質相當不錯的車子 比方說呢 它原廠就已經配備了這個 脫身的限滑差速器 基本上呢 在出彎的時候 油門輕補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可以感覺到 只是它可以很積極的幫車子把它推出彎道 但是你如果夠敢玩 或者說駕駛技術也夠的話 你透過這個油門的收放 你更可以感受到 基本上這輛車 它可以擁有非常活潑的一面 那同時呢 你可以注意到 其實這輛車 它的這一個 像是它的避震的設定的部分呢 儘管我知道 像這樣原廠的設定 可能有些朋友 未來在有幸擁有它之後 可能在開比較快的時候 會感覺到 可能在一些高速的換道的時候呢 它可能會稍稍有一點點 讓你感覺車體 有一點點在浮動的這種感覺 但是呢其實 這個存在其實也是為了說 讓這輛車主尼不要太過的 過於運動化的設定 它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 在原廠設定之下 是一輛很適合兜風 同時你即便載了女朋友開快 它都不會讓你感覺說 它都不會讓你的女朋友感覺到說 啊這樣太戰鬥化 開起來蹦蹦跳跳的這種感覺 它其實在高速的這種行車的表現 跟安穩度 其實真的是相當不錯的 這個是我絕對值得稱讚的一點 那你如果真的未來是想要走比較運動化 甚至是說有想把這輛車來投入賽道來使用的話 當然你要進行這個避震的升級 我也是相當推薦的 但是我必須說 如今這輛車子它除了動力 不管扭力馬力都已經較過往提升 帶來非常棒的感受 安全在自排車款上 它已經擁有iSight的這個輔助 非常便利 那同時在車內 不管是數位的儀表 Apple CarPlay這些手機連結系統 其實都可以讓你感覺到很便利 那至於在操控性能部分 它除了並沒有割捨 他們過往這種相當活潑 而且可以挑逗性能迷的這種元素之外 那基本上這輛車在 不管是它的這個自動的表現 或者說彎道的極限上 我相信有機會開到這輛車 你應該都會對於這輛車感到相當的滿意 那今天我們的試駕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記得記得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不管是我們TKFB的粉絲團 Youtube或是我們的IG都要訂閱 追蹤再按讚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